港姐之母陳子蓮這日出殯 大批親友帶著哀傷的心情鬆別 都是港姐出身的趙雅芝 神情叔木錦和老公王錦新現身靈堂 還最後一點心意 送好友最後一請 曾經是港姐冠軍的莫可欣 亦感激對方給她的鼓勵 令她一生受用 其實這是一個負責經歷 很快樂過 自己要談一談 所有事做好自己的編份 很感謝她的教會 其實這麼多年來做人 我都是想著這件事 很多事在開心時 很多事是一個狂窄的狂窄 自己硬正點滴下去 是回國的 回想起過去相處的點點滴滴 亦有很多難忘的事 各界 我們港姐和華姐 大家都很尊重她 當然她實有她的時候 令到你很緊張 做錯事講錯事 但其實 想起她真的很疼我們 我有很多時刻 其實當時選過 選完出來也很大壓力 她有很多時刻 都叫我支持她 現在想起的 其實是 如果沒有了她 那時候我可能做了很多 不必要的決定 所以 我不捨得她 但是 希望她 能夠安心 另外 曾經是TVB公關部高層的 曾醒明和WASA相識幾十年 她和WASA之間還有一個約定 現在終於可以公開了 其實今年初 WASA曾經私底下 跟我有聯絡過 她就說 她把我提供的消息 就告訴我 但就要我堅守秘密 就說 可以跟華人說 我只有把這個秘密 放在心裡 那你眼中的WASA 真的好像老母 好像媽媽 那樣照顧她 那大家也都 全家媽媽好 就是大家封得她 是港姐之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實質比較貴 所以這次 我們聽到她 離世的消息 大家都很兇 還有 都很捨不得我 和WASA共事這麼久 最難忘的事 都離不開港姐的工作了 那一屆 我們開始 第一次 就是 去一個外景 海外外景 就是 去布金 那一屆的港姐 的質素 非常高 而且 也是第一次 去參賽的女生 穿一個 三點式的靈異 變得那天 那次去一個報告 採訪的傳媒 都很震撼 我回來報告 很震撼 很震撼 也都 那次在香港小姐 每一年 出外景 這個先禍 其實有些香港小姐 說 你可以交給其他同事 例如出港外 那些 可以扶養 一些新人 我不行 我一定要七力七力 你可以看到她是很窄 而且是對手 香港小姐的一個 狠牌 她是非常傷心 所以我認同她是 香港小姐的 受苦心